世诗纪第三章 这些国的人是耶和华留下的 为要借着他们来试验以色列人 这是所有没有经验过迦南任何战争的人 好使以色列人的后代 那些以前没有经验过这些战争的人 直到学习征战 他留下的就是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 和所有迦南人、西顿人 以及住在黎巴嫩山上的西魏人 从巴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 他们留在那里 为要借着他们试验以色列人 要知道他们是否听从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 以色列人就住在迦南人 赫人、亚摩利人、比利喜人 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 他们娶他们的女儿做妻子 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并且侍奉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侍奉众巴黎和亚瑟拉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把他们完全交在两河之间的 亚兰王古山立萨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了古山立萨田八年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 兴起一位拯救者 拯救他们 就是迦勒的弟弟 基纳斯的儿子 俄陀涅 耶和华的灵 灵到他身上 他就治理以色列人 他出去作战 耶和华把亚兰王 古山立萨田交在他手中 他的能力就胜过了古山立萨田 于是国中太平了四十年 后来基纳斯的儿子 俄陀涅死了 以色列人又行了 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就是摩押王 伊基伦强盛起来 欺压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行了 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伊基伦集合了 亚门人和亚玛利人 前来击败了以色列人 占领了宗述城 于是以色列人 服侍了摩押王 伊基伦十八年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 哀求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 兴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遍亚敏人 基拉的儿子 以户 是一个用左手的人 以色列人派他 把贡物送给摩押王 伊基伦 以户做了一把两刃的剑 长半公尺 扶在右腿上 在衣服底下 他把贡物呈献给 魔妖王伊基伦 伊基伦原是个 非常肥胖的人 以户献完了贡物 就把抬贡物的众人 打发走了 自己却从靠近 吉甲的重雕像那里回来 说 王啊 我有一件机密的事 要对你说 王说 站不要说 视力左右的人 都离开他出去了 以户来到王那里 王独自一人 坐在梁楼上 以户说 我有神的话 要告诉你 王就从座位上 站起来 以户就伸出左手 从右腿上拔出剑来 刺入王的腹中 连剑饼与剑身 都刺进去了 肥肉把剑身夹住 因此 他没有把剑 从王的肚腹里拔出来 接着 他就从窗户爬了出去 以户出到走廊 把梁楼上的门 关起来 上了锁 以户出来以后 王的仆人才来到 他们看见 梁楼上的门锁着 就说 王一定是在梁楼上大姐 他们等到发慌了 见他还不打开梁楼的门 就拿钥匙来开 不料 看见他们的主人 早已倒在地上死了 他们担言的时候 以户已经逃跑了 他经过重雕像那里 逃到西伊拉去 他去到以后 就在以法连山地吹脚 以色列人与他一同 从山地上下来 他走在他们前头 对他们说 你们跟随我 因为耶和华 已经把你们的仇敌 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他们就跟随他下去 攻取约旦河的渡口 拦截摩押人 不让一个过去 那时他们击杀了 约有一万摩押人 都是强壮的 勇猛的人 没有一人逃脱 这样 从那天起 摩押就在 以色列人的手下 被制服了 于是国中太平了八十年 以户之后 有亚拿的儿子山家 他用赶牛棒 击杀了六百非力士人 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 这是八十年 感谢观看